你还在相信吃猪以外怕厚吗 我是不信了 这玩意要做好了 那是真相啊 刚从菜市场捡了二斤猪尾巴 咱们先上火上给它扫一扫 这样可以去毛 还可以去醒 烧好之后啊 用温水给它泡十分钟 加一小勺小苏打 咱们给它拿一个免费的戳罩 洗干净的猪尾巴 咱们冷水下锅 加上一勺去醒的料酒 大火烧开 咱们把浮沫给它撇一下 大约给它煮五分钟左右 然后给它烙出去 用清水洗净 起锅烧半勺油 加入半勺的冰糖 咱们来熬个糖色 先把冰糖撬碎 然后开中火去熬 把这个冰糖啊 熬到这种深红色 然后加入开水 防止它炸锅 家们咱们这个糖熬好之后啊 一定往里加开水 这样防止它炸锅 要不然一炸锅它非常危险 视频到这 能给小方来个双击吗 就朝屏幕点亮下就行 感谢大家 开锅之后 咱们加入大块的葱和酱 再来几个甘辣椒 一个炖油料宝 然后下入猪椅吧 一大勺的生抽酱油 再加半勺蚝油 少半勺的老抽调个啥 再加少半勺的高度白酒 屈性又真香 一小勺静黏 一小勺鸡精 再少来一点微精 大火烧开 转小火 咱们给它煮40分钟 十点到咱们用筷子 给它炸一炸嫩嫩的 然后关火 再给它焖20分钟 你看这猪尾巴 有没有食欲 可别再相信 吃猪尾巴怕厚的谎言了 这要是弄上二两 一爽逼也都能给你喝丢了